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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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五 台股大涨245点 大涨245点 今天根本 连低盘都没有 一开就将近是 100点 昨天台北股是在干嘛 自费武功 自断手脚 你看昨天 开平盘 很多股票还开高盘 结果一路杀盘 一路杀盘 昨天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怎么会杀成那个样子 有人说台海有危机 甚至于有人说 华为事件 扩大 我昨天讲恐惧总和啊 恐惧总和啊 想卖的 不想卖的 被吓到的 全部都杀出来了 最多跌了 633点 收盘也跌了 416点 昨天 亚洲股市都没怎么样啊 南韩跌的比较多一些 有些也被南韩给影响到 那南韩昨天跌那么多 什么原因 因为疫情又扩大 首尾已经连续好几天 每天确诊人数都三位数 几百人几百人 所以市场担心 南韩会不会再封锁 所以南韩才跌那么多嘛 那南韩你想喔 南韩如果真的再封锁 那对台股好不好 当然好啊 因为台湾跟南韩 有很多产业是竞争的嘛 如果南韩再封锁 那很多竞争的原物料 全部都会涨 台湾这边反而会受到好处啊 所以南韩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应该南韩大跌 台湾应该要涨啊 那跟着人家来杀什么东西呢 我昨天就讲啦 我预估融资至少减少 50亿到70亿 结果融资竟然是大减了 80亿啊 你知道融资大减80亿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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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上市融资减55亿 上贵涨减25亿 所以加起来都不会再变 80亿的融资 你看上市的部分 融资自备款40% 对不对 OTC是50% 我们用50%来算喔 减少80亿除以0.5 相当于融资杀出来的股票 160亿 市场上用融资操作的投资人 大概占两成而已 所以160亿再除以0.2 等于800亿 相当于昨天散户杀出了800亿的股票啊 抬得清清起起 杀得干干净净 所以我昨天跟大家讲过 敢买的一定赚大钱 敢买的一定贪大钱啊 昨天的行情就如同是怎么样 突然拿了一个风狗浪 把没信心的全部都赶下车来了 昨天OTC还跌了6.4% 全世界都风平浪静 只有台北股市突然间跌那么多 所以我昨天也讲啊 在台北股市跌的时候 你看人家礼拜三 美国股市也没事情啊 纳斯达克还创新高啊 那台北股市礼拜四拨这样 在我们大跌的时候 美国股市也没事情啊 跌0.2跌0.3 所以美国人要问 台北股市台股你怎么了 怎么自己跌的鼻青脸肿 我昨天讲了 如果美国没事情 小涨小跌都没关系 台北股市在礼拜五 一定会暴涨 拜五你就有戏可以看了 果然间大涨200多点 跟我预告的一模一样 昨天美国股市开低走高 纳斯达克又创新高 道琼涨46点 费城报酬体跌0.8% 那为什么费城报酬体会跌0.8% 我们来看昨天美国股市的内容 你看昨天费城报酬体跌0.8% 那原因在于台积电ADR跌了2.2% 联电ADR跌了5% 日月光ADR跌了4.9% 就是这三个 台北股市的ADR 把美国股市的沸腾报酬体给拖下水 台股不要当老鼠屎啦 你看美国股市那么强 不要去当老鼠屎 不要去当老鼠屎啦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 很多大涨的啊 Google涨2% 脸书涨2% Room涨6% 这个都创历史新高喔 网飞涨2.7% 亚马逊涨1.1% 苹果涨2.2% 这个都创历史新高 那包含微软涨2.3% 也创历史新高 AMD涨2%也创新高 特斯拉昨天更大涨了6.5% 已经来到2,000美元了 股票分割一股要分为五股 所以一直吸引买盘 越去越管 特斯拉这次从300多美元 飙到2,000美元了 已经飙到2,000美元了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川普的选举行情 你不用怕啦 川普比你更紧张 川普比你更谨慎 原本民调差距差了4% 上礼拜剩4% 最新的数字民调差1%而已 民调都差1%而已 川普要超车 绝对股市不会让它跌 他还会用更多的利多 你看昨天美国股市 传出什么东西 美国股市昨天已经传出来 美中要谈判了 美中要谈判了 前两天川普才讲说 我不想跟中国谈 股市稍微一跌而已 要谈判了 真的花招很多啊 真的花招很多啊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啦 美国股市在总统大选投票前 美国股市要拉都不简单 小张小跌没关系 不会有大跌的情况 指数的部分另当别论 你可以从八支美国的股票 美国的八仙过海 八档指标股 你看这半只 第一档当然是苹果 苹果股价创历史新高 总市值已经2兆美元了 2兆美元相当于60兆台币 台北股市上市加总起来才38兆 一家苹果已经60兆台币了 这是第一档多头指标 哪八家 亚马逊也创历史新高 总市值1.4兆 Google也创历史新高 总市值1兆美元 微软也创历史新高 总市值1.4兆美元 灰达也创历史新高 特斯拉涨更多 370飙到2000了 另外这一家 大家不知道认不认识 Room Room就是视讯平台的 这一次疫情发生之后 股价拼命标 你看52块 已经标到二十九了 这八家是美国的八仙过海 多头指标 只要这八家公司 没有变成空头 没有集体下跌 你放心也做 你可以从这八家股市 这八家美国的八仙过海 去判断美国的行情 所以这跟大家讲 你放给轻松啦 不要那么紧张 全力做多就对 重点在个股 你看我说完后 这支就是这支了 去1000点 这根长黑棒出来之后 我说放心啦 区间震荡而已 你看是不是区间震荡 昨天这根打回来之后 昨天这根打回来之后 我说放心 回到整个上涨趋势的支撑线 尤其回到箱形区间的底部 我昨天斩钉截铁告诉你 够点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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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啦 涨甲末的 今天贪大钱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昨天是94%的股票都跌 那今天呢 今天涨382加 跌80加 平46加 今天是92%都涨 涨什么有没有都贪大钱 昨天那种行情 没有人敢这样告诉你 只有林特彦告诉你而已 敢不贪大钱 百败就处备了 我讲话很直接啦 我怎么看我就怎么说 我不会畏畏缩缩 可能多可能空 我不做那种事情啦 所以现阶段 融资洗得干干净净 很多股票会开始又发动 一波新的多头 但有些股票涨高的 在回挡的 因为在轮动嘛 有高的要回挡的 有底部要上来的 你去找底部的GEO股 林特彦只买底部GEO股 我没带你去对冠啦 我好像买底部的好公司啦 那最近还是有下来的啊 比如说 对 康空 你看连三两支停办啦 连续两季亏损 股价一百多 当然是下来嘛 对不对 所以基本面是很重要的 你看三五五二 还是跌啊 已经贪两支了 连亏四年 上半年也是亏钱 股价人差到百多块 这也一定要满的嘛 所以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注重基本面 对不对 立基也是满啊 我说华为的事情 立基联发科这两支 影响最大 你看联发科也是啊 早就跟大家讲过 联发科起太大了 不要再堆 你看最近七百六 已经回到五百五 一满就是一百块了 对不对 三零八三 往隆 一百一 一百 跌到剩五十不到 连续两季亏损 你一百块 来 五十块又陷太贵 对不对 对 联发科刚刚看到了 所以你不要去买高的 买底部的 不然你带我做 我带你进 我带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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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跌了六百多点 售盘跌了四百多点 我也是让你看 我昨天在做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昨天跌四百十六点 我开盘前 我也不知道会跌那么多啊 我开盘前八点半 我就跟会员讲了 群联停损二七四 跌破就出清 昨天开盘跌破二七四 我也是先卖啊 那为什么会去买群联 因为群联今年业绩大好 半年报就十五块钱了 成长八十五% 加上今年 又有两个子公司的股权处分 EPS又有二十五块钱 所以今年全年获利 会有高达五十块钱 这种公司是很贪金的公司 这种公司每年都赚二十几块 今年赚五十块 结果股价完全都没有涨 那堵他一把 我觉得值得啦 可是堵他一把 也要守停损嘛 所以停损守在外面 那真的不对 不到几%给他嘛 没关系啦 不到几%给他 三五%给他没关系嘛 因为外资持股这么高 外资不回头 群联要大起来不简单 那我们就等外资归队之后 人家来定卖就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带你进我带你出 我昨天卖群联以外 还卖八点半我就通知了 如果历程跌破八十九块钱 一样执行停损 把资金转到顺达 昨天历程一开盘 八十八点八就破了 怎么样执行停损 停损完之后掉下来 那掉下来 因为外资持股太高了 历程今年业绩大好 可是外资持股那么多的时候 外资不回头 你也没办法 今天历程是涨 今天历程是涨 可是外资还是还没归队 等到外资归队再说嘛 那把历程的钱转出来 转到顺达 那为什么要转到顺达 我昨天给大家看过 我昨天顺达 趁压回去下去买顺达 因为顺达是国内锂电池第二大厂 每年下半年 都是它的营运旺季 你没有发现到每年 八月九月营收会瞬间拉高 因为很多手机平板电脑笔电 手表行动装置耳机 都用锂电池啊 所以八九月一大堆新品要发表 所以营收会瞬间拉高 所以你看去年 108年赚5块6 八月涨到11月 46% 107年 七月九号涨到九月十二号 对不对 四口三 106年也是八月涨到十月 47% 所以每年在这段期间 顺达进入营运旺季之后 营收飙突然就会涨一波上来 那今年顺达 获利更强 上半年3.6% 成长83% 全年8块钱七年来最好 股价整理三个月了 那接下来进入旺季之后 会不会再拉一波 机会很大的啊 所以我不是欧买买 我在带货员买任何投资 都是找今年赚大钱 即将营运进旺季 股价还在底部的 那我们买这种行情一出去 就是一个大波段 30% 50%就又贪得到啊 对不对 国阳 我昨天也是加码国阳啊 很难得的机会 难得国阳有这种机会 让我们减便宜货 国阳我讲了一段时间了 我从那月去就开始说了 25号去就开始说了 26块钱加码 26.5又买 一路买 发布减资涨停 再创新高 综合羊毛要买2万张 对不对 短短两个礼拜时间 是不是28%了 除息前继续加码 下半年有建案 77一要入账 上半年就已经6块半 这今年全年至少 起码8块 起码8块钱 你看除息完之后 继续涨 大盘大跌它还是涨 那昨天难得 恐慌中被打下来 当然要快脑球嘛 对不对 外资昨天也买了1382张 我跟你讲 今天外资又买了2600张 有这么好的机会 谁不买啊 今天是不是开高大涨6.6%了 是不是开高大涨6.6%了 那昨天买到今天 快8% 我前面也跟你讲了 国阳这种股票 难得有压回在金举 今年起码8块钱 后面还有一个减资 你看银建股平均本一比8倍 8倍 国阳多少 3倍 中国股票后面很强没在 我昨天也趁机加码 中光店 为什么买中光店 我讲过 手中现金大于总市值 这太厉害 这后面都会大气 中光店手中现金179亿 所有股票才150亿而已 哪有那个 全国股票加起来 连现金都不到 那其他土地厂房设备 那都不用钱 尤其股价整理那么久 半年报又成长91% 如果没有昨天 那种恐慌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捡到便宜 今天是不是又开高了 又开关起来了 这种股票随时会喷出 随时会喷出 所以放心啦 你跟林内燕买中 业绩很好 股价很低的 放心跟我一起坐 台股特快车 广告总有付电话 记得很高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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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滑信投顾 滑信投顾 022-239-239-88 022-239-239-88 022-239-239-88 很多股票从那洗得很干净 但还是有高档要下来的股票 那底部要开始补涨股票也很多 你去找那个炭大钱 高级在那底部的 你去摸的那些都会炭大钱 不然你来找我 我帮你做 你看我跟大家讲过神机 神机半年报成长两倍 比去年成长37% 单季创历史新高 股价大盘起 四星三百点都没起 中国股票一定起的嘛 你看昨天神机压回来之后 今天神机怎么样 是不是马上又跟长红棒出来了 下星期马上就衝出去了 那中国股票最穩啊 获利单季新高 股价完全没有涨 你就不用怕它了 对不对 旺宏 今年上半年成长5.3倍 那股价也是完全没有涨 落后大盘3000点 你看到财报发布那一天 直接开涨停 那最近又被压下来 今年贪3块 勾备在那20几块 今年贪6 勾备在那40块 昨天也被砍得乱七八糟啊 昨天我说低档有限 昨天外资已经大买了 今天最新的消息 之前说 记忆体的部分 会降价 那今天最新的四调机构说 记忆体低润Flash 华为影响有限 尤其小米 OPPO Vivo 都会取代华为的四占率 全球未来记忆体的需求 强度维持不变 一两天说的 保证消息 跟今天出来的保证消息 那完全不一样 所以跟大家讲过 记忆体不会被封锁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东西 很普遍的东西 不是关键的元件 美国没去红搜那 旺宏每年七八九十是营运高峰期 后面都有一个普遍的 你看这华民这支比较多高 外资连买两天进去了 这支你也要注意 晶圆店 晶圆店我说两个多的了 对矩点就开始没开始说 31块开始没的 大戚 戚管 39块没的一个 卖完之后掉下来 下来 三四块Q都回来 你有起来三七块四块没的 这样两趟 两个月做两趟就40%了 所以有时候不需要股票换来换去 同档股票来回一直做 来回一直做就好 那这次下来 我是不是提醒你 跌三十天 涨三十天 注意第三十天 半年报成长一倍 今年获利润创历史新高 股价压回这么深 第三十天注意 昨天就是第三十天 早就第三十天了 所以今天晶圆店 也开出高盘来了 注意哦 两天里面 反转讯号会出的哦 我全面出入那种 底部的股票 第三季的获利 营收都会在创历史新高 这老闆说的不是要说的 我还是提到目标价三八块 高档的股票 双红就要注意了 我双红也说很久的啊 我双红说四个多的啊 你们如果每天看的话 你们知道 我从一百开始说 押回除息前也继续买 一百五十五也买 对底部买进买进买进 一路涨到两百五十一 涨了一百五十趴了 我在两百三已经卖掉大多数 我也跟你讲 不要再去追了 不要去堆啊 你看昨天是不是跌停了 今天 是不是也下来了 所以大家都不要去堆啊 我们对低点一直说 一直说 说到这里不要再买了 是不是都要啊 所以高档不要买 低档特别注意 我今天怕时间不够讲哦 穩帽 我也是从隔点开始说的 二百四十五开始说的啊 一路说一路说 起来三百五十九 一涨就涨了五十几趴 最近被压下来 最近华为的事件 被砍很低 老板说没差 你拆不住要拿三回 那个就是人家的气魄 穩帽注意哦 33天33天 现在已经31天了 后星期两天里面会翻转 一翻转马上 又是一个新的33天行情 下礼拜只要一反转 又是一个新的33天的行情 原项也是 原项32天 32天 这波拉高之后 我逢高卖了一次 下来 昨天第三十一天 今天第三十二天 两天之内 注意反转讯号 反转完成 又是一个全新的33天 半年报成长了1.8倍 今年会创新高 尤其 今年下半年 目前涨价最凶的CIS 目前已经喊涨10%了 原项是最大厂 原项是最大厂 后星期 两天里面 注意double的反转讯号 所有那么多好股票 都在底部 你还担心赚不到钱吗 跟上你的宴 台股特快车 一档一档 带你操作 带你进 带你出 最后祝您操作顺利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真的 Еще 没有 对 我们 deaf 向 听 钢